参加高雄原住民风年季庆典 陈其麦画风一转 向台南美食下战铁 高雄比较好吃 台南还好而已 要吃正中好吃的肉燥饭 一定要到高雄 陈其麦市长想要来 跟台南市PK这个肉燥饭 我们觉得是 一来一往互相校正 美食之争多了火药味 会出现肉燥饭之争 全因为日前陈其麦和黄伟哲 参加建筑原演奖 拿奖项打赌谁输 就请吃肉燥饭 意外兴起两地肉燥饭之战 黄伟哲连书更自称 台南肉燥饭最强 自封台南为世界肉燥饭之都 陈其麦公开校正PK 高雄店家先挺自家市长 锅子里是店家秘方熬煮肉燥 位于高雄桥头肉燥饭民店 一早忙个没完 内用外带客人通通都有 全存手工 而且我们使用的是 绝对是台湾存种的猪肉 还有每天从市场拿回来的温体猪 这家是因为它也不是很油腻 它老到又又香 就是感觉就很新鲜 店家靠着一碗肉燥饭 打响名号成了韜客 到高雄桥头必吃美食 而尽头来到台南老店 你要吃饭的饭 民众点了一整桌 每桌都有肉燥饭 必加香菜是台南特有吃法 口味比较偏甜一点 然后胶质比较多 胶质 对 有肥有瘦 吃起来比较不会这么腻 无论台南或高雄 各有一票肉燥饭拥护者 哪个地方好吃 两地市长PK 向观光客含话亲自品尝最准 替城市的美食另类行销 三立修友王少宇 翁玉文 SNG小组台南高雄采访报道